跟我来 是 什么人 你说什么呀 对不起总表头 他太着急了 他说的是云南土话 我们是浅龙会的人 这是所托之物 没有一锦盒及半块玉 银票一万两 书信一封 一切拜托 七十字 怎么能强行托标呢 快快快 别走啊 爹师叔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盒子 都二十年了爹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 也许没人来要这个盒子了 我只知道 我答应接了这标 我就要信守我的承诺 二十年也好 五十年也好 只要有一天 有持着那半块玉的人找来 我就得完整地将盒子和玉 交给他 如果我有生之年等不来这个人 那我就交给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甚至是我的曾孙 一定要等下去 我明白了 爹算是把这个等待的任务 交给了我 是的 你一定要誓死保护这个宝盒 无愧 跪下 现在我把他托付给你 你应该能够明白为父的真正用意 爹相信你 一定不负为父所托 天哪 我能够保护得了这个宝盒吗 你终于来了 二十年了 让你们镖局久等了 瞒着 这盒子是我的 你说什么 盒子是我的 盒子是我的 你要是不把盒子交给我 可别怪我不客气 老子的白虎也不是吃醋的 要命就把盒子交出来 别动手 我可只会三招啊 别 原来是做梦 这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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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没有 不能阻止 不要闪我 为了这宝盒 从年轻被追杀到老 这屋怎么受得了 给工钱 别看了 该让俺做的事 俺已经全部做了 赶紧给俺工钱吧 好 我先算算啊 算一算 为啥只是给俺一半的工钱 有一半就不错了 凭啥 俺又没有偷工 为什么要捡俺的工钱 俺可告诉你了 你今天要收给俺一文钱 俺就赶紧没完 想耍后是吧 好 好 来 我就给你算一算 本来呢 你一进标局 就该干完的活 结果拖到现在就干完 怎么着 扣你两个工钱吧 是不是 还有啊 你这个吃饭 不是说好包两顿的吗 是说好包两顿 可是我现在后悔了 我怎么能知道 我的妈呀 一个小姑娘这么能吃 一个人一天一顿饭 等于一个大老爷们 三天吃的饭 我告诉你啊 我 我要是扣你两成钱 你都将大便宜了 你知道不知道 好 那那还有呢 还有 你损坏东西你得赔吧 俺损坏啥了 昨天你擦花瓶的时候撕碎了一块抹布 前天你冲茶叶的时候撒了一小朵茶 大前天你洗毛笔的时候掉了八根毛 大大前天你就是在故意找茬 我这标局上上下下忙得够呛 我有闲心跟你找茬 我告诉你啊 跟你说这些事都在本子上记着呢 不信你去看啊 什么意思 这钱你到底要不要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要的话 我待一会儿想起什么来 全给你扣光了 你可别赖我 你坑爹啊 小样吧 跟我算 你能算得过我吗 算死你 我硬生生被贵仪扣了一半的工钱 别说了 你还扣得比我少呢 他硬说 本来该我搬的东西都让那小丫头给搬了 死活不给我钱 我们也没钱啊 谁啊 大家都在这儿歇着呢 你能咋了 咋都不说话呀 没什么 大家都被扣了工钱 这土苦水呢 你们也被扣工钱了 俺也是 这太不像话了吧 你要在这儿讨生活 就得习惯这样 说老实话 我在这儿干了快十年了 还没一个月是领权过工钱呢 这贵仪啊 总能想到借口扣掉一点 只不过这个月扣得太狠了 可不是 再这么下去 咱们不是来这儿赚工钱的 咋还得呀 贴着去干活呢 咋能这样呢 你们也不找个人去跟桂鱼说说 这总得有个人去跟桂鱼说呀 谁呀 对呀 谁跟说呀 你 你说你们一个一个 一说吃饭的时间 那是生龙活活 怎么一干活都蔫巴了 每天呢 静琢磨着怎么偷懒 合着我们花钱供着你们 是来给我们当祖宗的 是吧 还有你 够闲的 逛花园呢 怎么着 生怕大家看不着你偷懒 这一次大伙可都看见了啊 越比我扣你工钱 你可别怨我 你骂过没有啊 你说什么 俺让你住嘴 你再说一遍 说就说 俺们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你凭什么骂俺们呀 骂完就还扣工钱 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吗 道理 你还来跟我讲道理 俺不再要跟你讲道理 还要跟你谈条件呢 什么条件呢 第一 不准随便扣大家的工钱 大家出来混午饭不容易 不代意这么欺负人的 第二个 我们每顿饭菜 必须有油有肉 你不能要求马尔跑得快 不给马尔吃草吧 第三 你不能老随便骂俺们 俺们没事应该很辛苦了 你天天就要忽然喝去的 你有意思吧 你太欺负人了吧 就凭你在我手底下混饭吃 还敢跟我提条件 我答应了怎么样 我不答应了又怎么样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俺们就不干了 说了做到 你还敢威胁我 你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才来标局几天呢 就横上了 这往后还得了啊 我这一辈子 最恨别人威胁我了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能把你赶出标局 这不是俺一个人的意思 这是大家伙的意思 这也是你们的意思吗 看见了吧 俺们大家可都是商量好的 难不成 你要把俺们全部赶走吗 我把你们全赶出去 那又能怎么样 在这山海镇 八条腿的驴我找不着 两条腿能干活的人 遍地都是 不信你就试试看呢 我就说嘛 所有人不会跟着你一起疯嘛 你刚才提的要求 我一个都不答应 可你刚才说的话 我可全记住了 俺说啥了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走吧你 走吧你 怎么就这样把人赶出来了 俺到底做错啥了吗 你们还讲不讲理了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俺明明在帮大家说好话 为啥他们都不肯应一声 为啥赶俺走 俺就是不明白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呀 就是傻乎乎的出头鸟 不打你打谁呀 在啥要答案 俺要没有做坏事 俺做的都是好事 凭什么要答案 从回家就叨叨叨叨叨叨 吃晚饭你叨叨叨叨叨叨叨 裂盆大的桌子 你擦了半个时辰 你啥时候变这么碎嘴子了 俺就是想不明白了 明明大家都说好的事 为啥过一件时刻就变卦了 人家拉你出来 是让你干得罪人的事 到时候一件事头不对 马上就转舵 拉下你去定罪 那俺为他们说好话 谁不能让他们以后有好日子过呀 他们为什么这么不讲义气 现在的人多自私啊 你讲义气 那些混人 还给你的事 煤气晦气 你还记得 你小时候 俺们被赶出老家吗 你卖大力气去帮人做好事 有好报吗 俺就是不明白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花心眼啊 因为就是有你这种 只长力气 不长脑子的笨丫头 你 俺不跟你说了 俺还不跟你说呢 啊 啊 啊 雷二 快出来啊 雷二 你在哪啊 雷二 别喊了 他不在 这么早就回家了 是啊 他以后都不用来了 什么 这个死丫头啊 也太不像话了 只会偷懒 活又干得不好 我扣他工钱 他还敢跟我顶嘴 那然后呢 更让人生气的呀 他还窜对着那些下人 跟我造反 所以 您就把他赶走了 对啊 这种人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对 您说的挺有道理 隐儿啊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可是贵仪 你做的没有道理 什么 其实雷二不是不工作 是我叫他不要做的 这错都在我身上 再说了 他很穷 要养个奶奶 扣他运门前就像要他的命一样 他当然会跟你说理了 其实他不是跟你顶嘴 是贵仪 你误会他了 误会 我 贵仪 这些下人们有多贼呀 我常私下听到他们说你苛扣 说你黑心 当面呢 装出一副乖乖的模样 一定是他们起哄 我想啊 一定是他们 让雷二来惹你的 贵仪啊 对了 雷二还常在我的面前说 说贵仪你有多好多好 半夜还给他莲子汤喝呢 这死丫头 我是让他送给你喝的 他自己倒偷吃了 不管怎么样嘛 他在我的面前说贵仪好 这总没错吧 贵仪啊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他这一次吧 要不然我也没丫头用啊 你放心 明天呢 我就去给你找个贴身的丫头 你不用操心 贵仪 不用了不用了 明天一早 我让他来向你个头道歉 以后一切都听你的 我叫雷二 以后不准再惹贵仪生气了 其实贵仪 你生气我也很心疼啊 猴崽子 嘴还挺甜的 奎儿也是替您着想嘛 贵仪何必跟一个小丫头计较呢 您一人同管镖局上上下下 这样岂不是有失身份吗 是 你说的有道理 就听你的 就让他来给我道歉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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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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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事儿 快点 快给我回镖局 桂仪在下等着你呢 你可以回镖局 继续当我的提示丫鬟了 其实很简单 你向桂仪争个茶认个错 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 五桂少爷说要俺回镖局 他说桂仪要下俺道歉 他肯定知道自己理亏了 那你快去啊 哎呀 桂仪啊 好歹是个长辈 随便扔个错就行啊 得饶人处且饶人 去吧 走 走 慢点 雷二 请坐下 嗯 哎 桂仪 雷二来了 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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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喝 桂姨 她一会儿要道歉 就让她先让人嗓子 那你让她先说吧 雷儿 快跟桂姨说 嗯 桂姨 那你就随便说几句吧 我说什么呀 我等着你说呢 俺不用多说啊 俺来这儿不就为了 听你说那几句话吗 教训的话呢 今天呢我也不想多说 就看你的表现了 你不用多说什么 俺奶奶林总全告诉我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随便道几句歉就行了 那好吧 那我就道 道歉 既然你道歉了的话 那俺就接受了 你接受什么呀你 到底谁跟谁道歉呢 当然是你向俺道歉了 我跟你道歉 你想得美 我宽宏大量 让你道歉就回来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你才选得美呢 本来就是你该跟向俺道歉的 你到底是怎么传的话呀 你到底说他看我了 你到底说他看我了 我 我我什么都没说啊 我就没见过你 这么不识好歹的人 我告诉你啊 只要我在这儿标局待一天 你就不想来当丫鬟 俺才不稀罕呢 俺也除了没有见过 这么没有人性的管事 只要你在这儿待一天 俺打死也不来标局当丫鬟 这是你说的啊你别忘了 老天可以作证 爸 我 我走什么呀我 臭丫头 气死我了 老司也不再当丫鬟了 俺的颜知不开张了 这个呀 能赚两文钱 给俺孙女儿 买大白馒头 我 奶奶奶奶奶奶快起来 快坐下 奶奶你别在这儿干活了 赶紧回国躺会吧 不碍事 丫头 你不是回标局去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俺又和桂姨吵架了 看样子 俺这辈子都甭想进标局了 你这个小丫头 你这个小丫头 你怎么 你怎么变成小风鸡了呢 你贱了贵就吵啊你 你呀你呀 俺都跟你说什么 才不是呢 他本来要向俺道歉的 结果到了那儿 他非让俺跟他道歉 俺们俩就吵起来了 吵着吵着 俺就回来了 要不然俺现在回去给他道个歉 只要把那份活要回来 俺你就算下跪磕头都行 别去 我小孙女逼成小风鸡 我看那个鬼一样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去了 不去了 咱们这个丫鬟不干了 俺孙女 是拿来被人疼的 俺孙女绝对不能被人欺负 俺哪 俺有志气 饿死 也不受那份闲罪了啊 你 这儿真不信心 俺干啥咋都不行 干啥咋都不行 你呀 除了力气大 你还真啥都不行 奶奶 说错了 你呀 行行行 行 那俺干啥行 你 你干啥行了 你干啥行了 天哪 别碰啊 那你快说嘛 那你快说嘛 干啥行啊 那个 你呀 你起码能够帮忙送货 对了 你看这个啊 是正希李姑娘要的胭脂 你赶快给她送过去吧 就这活啊 哎哟 你可别小看送货呀 对了 那个 你一直念叨的那个 标诗 干的不就是送货的活吗 那这个也算呀 哎呀 货无虽小 也是一份责任呢 你好歹也是 心意标局出来的 一定给俺做到 标在人在 对了 丫头啊 你这 你这也算是 一人标局啊 奶奶 你也太能砍了吧 要算你这么做的话 俺们说总标头了 对呀 雷总标头 好 奶奶 你在这儿等着啊 俺去去就回 哎 这孩子 哎 就这么点小盼头 就给高兴的 哎呀 奶奶啊 就希望你 这么一直开心下去 哈哈 嗯 奶奶 嗯 啊回来了 回来了 嗯 看看 这个李姑娘给的胭脂钱 叔叔对不对 对对对 这趟标走的好 嘿嘿嘿 奶奶你知道吗 今天那个李姑娘 拿到胭脂以后 别提有多高兴了 哈瓜俺们爹会做生意 嗯 还说俺能干 哈瓜俺能干呀 哎呦 好 给你高兴的 奶奶 明天再让你去送货吧 嗯 明天哪 嗯 嘿嘿嘿 没货了 没货了 不过 啊没有 那别人有啊 谁 上街找去啊 啊 丫头 啊看哪 你还真开个一人标局 帮山海镇的人送货 这样既能赚到钱 又能当到标诗啊 过个标诗的瘾啊 奶奶 你可真会整啊 哪有那么容易啊 如果让人知道俺有标局的话 那得到大街上满地去吆喝去 哎呦 你这也真不是个办法啊 嗯 哎 有了 敲龙 打鼓 不是 有棋 先做个标局大棋 然后啊 咱呢 就上街拿着棋子 去找生意去 好 好 来来来 瞧一瞧 看一看啊 俺一人标局新开张 先做幸运后赚钱 看来生意只剩两文钱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俺一人标局新开张 先做生意后赚钱 看来生意只剩两文钱 是不是真的给两文就送啊 当然了 俺说话说话的 那你能送好吗 这品是俺的标棋 人在 标在 人亡 标亡 您都放心吧 那就做你这笔生意 哎 帮我送去北街 柳三甲 你是要送我西式奸品 还是正面零药啊 原来是鸡啊 算了 大标也是鸡 小标也是鸡 反正都是鸡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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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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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托你送鸡这点小事都办不成 还开成个一人标局啊 喂喂喂 托你送点点心给我的奶奶 你居然找不到路 东西 坏了搜啦 托你送点蚊子给我老婆 你居然弄个大窟窿 蚊子都跑进去了 盯着我老婆 全是都是大笼包 不要你赔钱就不错 把门算了 换个大鸡 哎 啊 不必在台案的标题 你 哎呦 不必在台案的标题 情在人在 情亡人亡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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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王爷请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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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你看你 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东西啊 王爷你看 啊 吴队长 客气了啊 哎 应该的应该的 哎 哎呦 王爷 你看这手把劲啊 多润呀 一看就是好月 前一阵您不是正想得一对吗 巧了 今儿正想就给您送来了 您瞧瞧 这礼物可新吧 好 吴队长 我说你挑东西 还真是有眼光 王爷那个太抬起我了 我那咋叫什么眼光啊 我这跟您的比起来 就好比是 您是咱们这西门那座山 我就是那座山底下 一个小石子 我说你这个外甥 还真会说话 能听他 他呀这是谦虚 他眼光可好着呢 要不然 他怎么一眼就看中了 您这儿最珍贵的宝贝呢 我跟您直说了吧 这杵子呀 看上咱们格格了 我也知道这是高攀 但是我也没多想 我就想 时常能跟格格见个面 时常能过来 好好孝孝孝孝您老人家 就是 这是什么呀 我看一看啊 你看这野山参可真好 我可从来没见过 这么好的山参哪 王爷 你快看看啊 能做到这份上的 也就是我们镇祥 我是光看这些礼物 起个什么作用 我这说找个机会 你们见面 才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吗 就是就是 你看啊 这还是王爷想的周全 我这脑子不灵光的 志祥 还不赶紧谢谢你二姨父 对对对对 多谢王爷二姨父恩典 这样 我在山海镇酒楼订了个位子 请您还有哥哥一块赏脸 吃个饭好不好 行 你们多聊聊 那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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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个亮地去看看去 呗 哈哈 成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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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哥哥 那我杵子又送礼物来了 你把他送的东西都包起来 差人送回紧密队去 您拆都不拆 就要缘分不动地送回去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 遵命 礼物礼物 谁让你们是那五杵子送来的 咱们哥哥呀 看不上 上次那个镖局的少东家 倒是不错 可惜啊 送了一封信之后 就没了动静 如果你们是他送来的呀 那还差不多 也许有机会呀 能留在王爷府 你胡说什么呀 我闭嘴就是了 那个低级货 居然还想请我吃饭 我阿玛居然还同意了 哥哥 你说谁啊 还能有谁啊 那个 哥哥 你怎么可能会去呢 我为什么不去 昔儿 我回了好多天了 都没见到得练舞 这亮标会可就是眼前的事了 你还不赶紧准备起来呀 亮标会啊 爹 我能不能不去参加 什么 你 你怎么能不参加呢 我还没什么把握 怕给你老人家丢脸嘛 要不咱过个半年再去参加 越说越荒唐 这亮标会的日子 一早就定下来了 连帖子都发出去了 什么 你这孩子 一身武艺不错 怎么就那么没有志气呢 我要是武艺不错 我就不急了 什么 没什么 你要打退亚郎 那群土匪的势力 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你看看那个雷儿 爹 您知道雷儿 我看到他呀 现在开一人标局啊 论武功 论才智 他都挤不上你 可人家多要强啊 应是自己开起标局了 这一点啊 你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大丫头 就要不是 好 一种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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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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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 哥哥 我改名了 我叫吴振祥 哥哥 哥哥哥 您教训的是 教训的是 教训的是 哥哥哥 等哥哥就勉强将就一些 哥哥 你要这么说那就最好了 您受委屈了啊 我这么跟您说吧 这个店呢虽然不是那么太好 但是做了菜非常好吃 方圆一百里 没有一家能比得上这家的 他家做的那个活羊菜尤其好吃 您要多尝尝 多尝尝 菊花鱼 拿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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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呀 不客气 快吃 这鱼 uniquely吃 快用吧 不必客气 好好好 这鱼真是既好吃 又好吃啊 白蟹鸡到 好 等我等我等我 吴队长 你这是什么 白切记啊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你啊 我们怎么敢呢 你这是 我什么我这是 我今天请格格来你们店里吃饭 是不是给你们面子了 是不是 是 是是是 跟你这么大面子你居然 你居然 你居然拿这种不熟的鸡过来给我们吃 你看这鸡做的 还留着血丝就往上端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要把格格给吃病了 我给你 你有几个岔子你能陪你 吴队长 你可冤枉是小的了 这个白切鸡啊 它本来就是这样 这鸡骨上带点血丝 这鸡肉才更鲜嫩 你放屁吧你 对对对 干嘛 这鸡还真是这样的 您看边上那种 你看看 杜队长那种也是 杜队长我那种也是 杜队长这种也是 是 哎呀你这这个 还一点呢你 不跟上 这话从何说起 这话从何说起 啊 你们给我 跟我们一个人吃吃这种 没熟的鸡也就无所谓了 你全让全店的客人 都吃这种没熟的鸡 不是 你屈心何在呀你啊 我 既然格格不计较 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赶紧把所有的鸡拿回去 重新回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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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